最近消息看到进行水域训练却不幸溺斃 嘉义县消防局今天下午在仁义潭水库进行了潜水的复训 没想到一名31岁的新港消防队的翁姓队员却不幸溺水 被救起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虽然紧急的送医来抢救 不过还是回天法术 十万火急把人送进急诊室 消防弟兄奄奄一袭 医护人员赶紧将人合力扛上病床进行抢救 没想到一切还是太迟了 翁姓队员才31岁 原先在新竹服务 两年前请调回到嘉义新港分队 13号下午消防局正在仁义潭水库进行潜水复训 没想到人突然在训练中失去联系 紧急搜寻后在下午3点5分找到他 不过被救起来时他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急救之后他病人没有办法 误误他的一个心跳跟呼吸 所以我们在5点17分左右 我们给病人宣告他的一个死亡的一个时间 在分队上班是非常的尽身尽责 在长训的时候场景是第一名 那有关这个该院跟相处非常融洽 不敢相信对人离世的噩耗 大家还守在医院内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 上午才一起进行特训 下一秒却千人有隔 好好的水域训练怎么搞的 人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突然溺斃 究竟发生什么事 潜水的训练 我们都会有一定的一个配置 包括我们的指挥官 安全官 以及我们的潜伴 那在潜水上 尤其这种开放性水域 水温 包括该院的身体状况 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去了解 相信溺水原因还得进一步调查 不过年轻生命的逝去让人特别惋惜 简佳义综合报道